大家好!很久沒在淘寶塗過衣服 以前中伏太多 所以停了很大段時間 但之前我心癢和手癢 我買了一堆秋冬的衣服看看質素和穿上身 這次是幸運之神眷顧我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很滿意 今天有點不同 平日就試上身 不過今天想複雜一點 用我已有的鞋和手袋配搭 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看下去吧 第一件是這件透視衣服 其實是內疊 要配搭其他 但穿上身也不錯 所以給大家看看 裡面是沒有打底的 如果要穿外面的衣服會比較好 這個位置我最初以為是綁扭的 其實不是橡筋頭 所以穿上身後很方便 不需要在後面再扣 其實它是雜紋的 所以衣服可以放得很大件 你看到我都不瘦 但還有很多位置 它有橡筋可以蓄氣或放下來都可以 如果要穿這件是一件面衣服會這樣配搭 其實穿西褲也可以 上班也沒問題 不過要打底 下件衣服會拿起一點袖子 它不會過場擋住我吃東西 然後我會配搭比較肌膩的褲子 再配上高生鞋 這雙是Chanel的 現在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看 配上小手袋 不一定是這個 不過我就拿了Chanel的Purl Bag去演繹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Purls和鞋子有少許 因為鞋子是Twee的 有少許白色也蠻合襯 這樣也蠻合襯的 有少許優雅 不像是波鞋一樣 蠻好看的 驚訝這件當面衣服也是不錯的 同一件衣服 第二件衣服 如果想當它是內搭的衣服 其實你會知道我是這個西裝褲紅的 所以披這件西裝褲都非常好看 褲子沒有轉到 雙鞋沒有轉到 想像一下這條西褲絕對是可以上班的 我走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其實我覺得是做得蠻好的 因為我喜歡它有少許荷葉美的 有些東西看高得來有少許正式感 然後袖被我拉起來 變成袖都凸出來就沒那麼悶 轉回一個比較正式的手袋就已經可以了 這個就是第二件 我自己都蠻滿意的 如果再冷一點的時候大家可以當作是內衣服 然後面上鋪著冷衣服 又可以凸到手袖 但又可以保暖 還有一個好處是因為有個底部 所以如果有時冷衣服會覺得很癢 不可以就這樣穿 或者那條領子經常適合你 會變紅的話 我覺得這件衣服也是一件好的衣服 用來打底 然後就可以穿一些你經常行到跳舞的衣服 到這件啡色冷衣服 我沒有這樣的冷衣服 但我覺得蠻不錯的 它有點無神神的 但我摸起來都非常柔軟 沒很刺 其實衣服都比較厚 現在打底都很熱的 所以我覺得暖那方面都是OK的 我因為這件衣服已經很深色 搭配了一件白色 其實白色的圓領T是很好搭配的 可以打底不要入風 另外有個pop of color 沒有那麼悶 旁邊有個V字的 有時候我覺得V上了有點必肉 所以打底都會好很多 可以動來動去都不怕 而且都會有層次感 下面因為有白色的衣服 所以我搭配白色的golden goose 這個位置有一顆星 是泡紋 而後面是金色 我覺得跟這件衣服很合襯 所以我會拿回Puzzle 然後就可以很隨意外出 整件衣服就差不多了 這套上衣和褲子是一套賣的 都蠻抵的 但我應該要多買一個 現在褲子真的很勉強 差不多爆開 而且如果衣服再大一點會再超級好看一點 不過我先穿給你們看 裡面的白色衣服是我的 褲子和這件橙色衣服是一套賣的 它的模特兒穿了一雙白色的鞋子 但我自己的褲子就不適合 因為我真的很辛苦 我坐不到 覺得會爆漏 如果你喜歡這套的話 要確定買大一個馬 但這個也是小清新的 讓大家看看 我現在先換了下面 實不相瞞 我現在真的很熱 出汗了 不過我覺得蠻不錯的 我會怎樣配搭呢 我會只穿這件衣服 不打底 因為不錯的 其實摸起來就沒有剛才啡色那件那麼滑 但我現在穿了那麼久 而且我是熱的時候 都沒有這個位置或這些位置很癢的 我覺得就這樣穿都OK 然後我配搭了一條闊 我知道香港很多女生都喜歡穿闊的 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我就這樣配搭 然後就配搭剛才那雙球鞋子 因為這裡很黑 這裡橙色 想有pop of color 就配搭一雙白色鞋子 然後因為東西都算是很闊 因為衣服也不特別收身 所以我就不會背大袋 如果不是整個橫切面都很大 我就背了這個palm spring 我覺得比較可愛 配搭回這個平衡 平衡 這裡很闊 包包用小一點去收窄 配搭了一件牛仔褲之後 再多一點顏色就沒那麼悶 我這件牛仔褲是從Balenciaga Oversize Oversize的東西要小心一點 除非你很瘦 否則袖子那邊是蓄上去的 其實如果放下來很大塊 而且沒有什麼質感 變成上面又闊 下面又很闊 所以我拔起了這些位置 這裡我特意放給你看看 其實放下來都蠻瘦的 但如果拔上去的話 起碼看到你這裡比較瘦的部分就會去平衡 但這個盤其實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再配合小手袋 有一個隨便感 也舒服 都是一個很好的秋季冬季選擇 我剛才看到這條裙子的時候 我覺得有機會穿不下 一套針織的 又是整套購買 但我看到其實感覺都蠻好 又想試試 但又不想給這麼貴的價錢 所以就試淘寶這套 我覺得都OK 穿得下 雖然是貼 但都是比較修身的 這套針織的衣服 也不癢 因為大家看到瓶領 我很少穿瓶領 因為不怕冷 但這套針織也不癢 因為如果是癢的話 我一穿就知道 前面也有些細節 有兩個差 袖的長度也剛剛好 當然一套針織的購買絕對是可以分開穿的 不過我一套針織給大家看看 這套針織絕對是定高跟鞋沒問題 因為本身的樣子都斯文 很健得人 很得體的一套 我覺得是套裙 也是很舒服的 因為是橡筋頭 而且這些材料都很彈 衣服也是鬆身 但又不會太闊 我覺得很不錯 我自己就搭了球鞋 因為有時斯文的東西 我想比較平衡 會搭比較隨便的球鞋 剛剛那雙GOLDEN GOOSE不是不行 但我想搭另一個 GOLDEN GOOSE沒問題 但穿上裙都會露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最瘦 一個人最瘦的位置 所以我就搭了DED SHOES 因為DED SHOES都是一塊塊 很鮑 但如果我穿東西可以露出這個位置 我就會搭DED SHOES 可以平衡 不太平衡 當然因為顏色的關係 我就搭配Puzzle 因為深啡色和Tank色是非常非常配搭的 所以也是同一個調色 但有點不同 有深淺 然後球鞋是米白色 我覺得都不錯 我很滿意這個樣子 驚喜 給大家看多一件OVERSIZED牛仔褲 大家知道我有多喜歡這件牛仔褲 真的很好搭 多一件就斷掉了整個層次 但因為雙腳露出來了 雙腳有點乳 大家不要理我 經常都會撞雙腳 因為露出了雙腳 都是比較瘦的位置 所以上身可以OVERSIZED 上身比較BULKY 雙腳收起來 搭配DAT SHOES 非常隨意的一個風格 當然可以搭配Puzzle這個袋子 另外就是裙子 我很滿意這條裙子 不需要拉鍊就可以整個穿下去 非常方便 這裡有些LACE 其實有點像別人的底裙 但最近都很流行 底裙就當作是面穿的 這個是絲絨的 有點亮面 我覺得絲絨看起來就不太像底裙或睡衣 我最喜歡這個地方是LACE 這裡有一個U形 然後有一個LACE 去到腳那邊兜頭 這邊都有的 其實因為我個人比較多肉地 我一向都想用這類裙子搭配一些 例如OVERSIZED的Jeans Jacket 皮褲 甚至乎冷衣 但每次我都穿不上去 但這條裙子我都很驚訝 因為不太貴 但無論是裙子方面 LACE也不濃 因為有些如果做得不好 LACE也很肉酸 這個位置非常漂亮 這條我暫時搭配了OVERSIZED Jeans Jacket 不一定要是BALANCIAGA的 任何都可以 不過如果你選擇OVERSIZED的牛仔褲 我有個小建議就是布料比較薄 因為想它不要降起 因為降起就像打Rubby 但想它OVERSIZED有一點把身形的感覺 會好看很多 有溶懶的感覺 因為這條裙子很GIRLY 搭配了OVERSIZED Jacket 然後也是剛才那雙DEDGE SHIELS 因為露出了腳 用DEDGE SHIELS和OVERSIZED Jacket 去平衡整件事 否則真的太GIRLY了 手袋方面我選了HERBEC 我選擇這條裙子 因為它是CANVAS 所以比較隨意 重一點 可以整件事去平衡 其實我買這條裙子的時候 腦袋是正確地觀察這個樣子 同一條裙子換了一件衣服就有另一個風格 袋子和雙鞋我特意保持是一樣的 大家就看到一個差別 有時不用整套東西換掉 只換一件都已經有新鮮感 這件是一件衛衣 我沒有這類型的衛衣 所以我覺得蠻新鮮 比較像奶茶的顏色 也跟袋子配合 而且衛衣有一個隨身感 下面這條裙子是女人的 所以比較平衡 這套我自己都覺得不錯 而且感覺上非常舒服 到這件了 很喜歡這個顏色 有時我拍片時穿短袖粉紅色衣服 差不多顏色 其實我覺得這款粉紅色未去到很鮮 也未去到很淡 這款我穿得很精實 比起剛才長袖的衛衣 厚一點 我自己搭配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衣服 身體比較短 我覺得有一個類型 任務比較好看 而且不怕突嵐 所以我搭配了一件衣服 如果比較細粒的話 不用搭配 但如果身體比較長的話 搭配一件打底會比較OK 這款是我平日的衣服 搭配手袋 因為我會搭配 因為日常來說我覺得這款都可以搭配 穿上身體穿比較多 下面比較修身會比較好看 這款是Chanel的花花球鞋 因為這雙鞋比較修身 搭配上身是粉紅色就圓滿了 另外一件爛衣服是米黃色的 我還覺得很精彩 因為春��的衣服很酷 有一些紅色有點悲 FILMARXTER coup 這雙鞋當然配牛仔褲沒問題 但以維持在center coup 現在可能會值班 真的不錯 這件是橡囚 穿起來非常顯瘋 也不怕走光 上班非常得看 如果穿衣服不是太荒褒 一定要穿衣服的話 我會這樣搭 選擇高跟鞋 我特意選了黃色的 因為很適合 穿高跟鞋可以拉高 當然這套穿球鞋是沒問題的 然後拿一個比較優雅的手袋 我試試背上身給大家看 背上身後是否去上班 絕對沒問題 又是上班 但大家可以想像這條褲 換了牛仔褲都可以 不過是搭配給大家看 另外一件爛衣 買了很多爛衣 這件不是很厚 都舒服 我覺得這次手臣非常好 又沒有脫髮 這件是直紋的Kind of Beige Color 這條褲非常好 前面是扣子 還有拉鏈 後面是橡筋 所以很舒服 我覺得它的設計都剛剛好 剛剛看到膝蓋 有一個小叉 穿高跟鞋其實都很修長 這件是上班裤子 可以搭配比較適合的袋子 或者是比較荒複的袋子都沒問題 另外一件配襯衣 像這些底衣 由Lazy邊吊帶 我現在穿了一個阿婆布袋 忘了我的袋子 就是這樣吊帶 後面可以調長短的 這件我覺得非常好 我記得我好像是買加大馬的 我平時就穿大馬 還有很多布袋子 但剛剛好 因為我買這些是想要外面搭配更漂亮的衣服 或者是好像我現在這樣搭配 旁邊沒有拉鏈 其實過頭套下去非常舒服 剛剛好 Lazy的位置也不會太低 非常非常好 我暫時是這樣搭配 先拿手袋 整件衣服 Dior的Kittenhills Sling Bag 還有Dior的Dior Bag 因為這套衣服都有點斯文和荒複 所以就拿了這手袋比較型格去平衡 這套我非常非常滿意 來到這件外套 有1、2、3、4個袋子 然後有2條索帶 亦有拉鏈 如果要拉起來 很少外套是拉起來的 拉起來的 其實沒有什麼形狀 長度都OK 其實這件外套的物料是有點Sway的物料 是頂漂亮的 有少少Choco Color 很industrial 剛才那件內套我沒有脫 變成可以中和 這件很威風 斯文 有少少Sexy 但外面可以搭一些比較中性 比較industrial 這就是我怎樣穿這件 我會先摺起這個袋子 如果不然就像一個袋子 這件我會促少少 後面我沒有促很多 因為促很多有機會這個位置太多袋子 促少少收回形 這裡綁了半個裂子 另外那邊也是一樣的 促少少腰子 最喜歡它有袋子 因為秋冬很喜歡插袋 因為整個look比較raw 我配了TOPSHOP的爛牛仔褲 爛上來大腿 另外因為上面已經是很raw的 又Ripped Jeans 我配了HERMES的KELLY BOOTS 這對比較斯文 沒那麼多東西 不用那麼Rock and Roll 旁邊有一個KELLY的扣是銀色的 所以比較斯文 低調和大方一點 用來中和 剛才我找手袋的時候 我就想我會配什麼手袋 然後就找到它了 2.55 因為對KELLY BOOTS的扣是銀色 我想配合一個銀色 但不是光光的 因為我也想保持牢 保持牢 保持牢 這個就非常好 因為它的鏈帶有點灰色 它的樣子也有一點殘殘的 就完美了 不如我現在單手試試背包上身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TOTO Look 最後這一套都是一套買的 這件衣服很薄 我還以為會是厚一點 比較垂 但很薄 所以冷一點就不行 但秋天絕對可以 當然可以分開穿 這條是背心裙的 我5呎7 剛剛蓋過膝蓋 後面這裡有一個叉 走路也很方便 如果你是靚太太 其實是很優雅 配合高三鞋 但我不是那些人 暫時還未是 所以我配合了一雙 Golden Goose Sneakers 這雙是蛇紋那雙 因為我覺得這雙很薄 沒什麼看 所以我配合了一雙比較花的 手袋我保持這雙 因為我覺得灰色做銀鏈都蠻好看 裙子很舒服 不刺肉 也很彈 我還有很多位置 反而有一點很輕微 有一點很刺激 但又不會弄到很癢 我覺得至少買一套可以當兩件這樣穿 我很興奮 如果不要剛才那件冷衣的物體 換成這件衣服是否可以呢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裙子很威風 但換成這件衣服或牛仔褲都可以 所以會平衡整件事 鞋和手袋都沒有轉 但整件事都不同了 如果我要穿的話 應該會在這件衣服更舒服 還有MORE 是我啦 很快跟大家分享完畢 雖然要爬上爬下的東西 找到家裡亂了 脫衣服穿衣服真的有點熱 令到身體大汗 希望這個風格可以給大家更多想法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方法就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我不太多記憶 igs